今天是2023年4月22日星期六 小白在上一个视频中提到 周深获得了QQ音乐巅峰榜第一季度十大巅峰艺人的称号 今天视频的开头 小白先补全一下 周深除了获得十大巅峰艺人的称号之外 同时周深的歌曲《启愿山海》还以69次上榜 其中四次读下巅峰冠军 并且在游戏音乐榜中连续再榜九周的成绩 拿下了第一季度的巅峰游戏单曲 另外还有周深的歌曲《启愿山海》之旅 上榜23次 七夺巅峰冠军 再榜七周 最终拿下了巅峰动漫单曲的好成绩 恭喜周深登巅峰榜三大榜单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昨晚的《奔跑吧》第11季第一期了 小编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谈到过 《奔跑吧》第11季的先导片播出的时候 当时是拿下了收视率第四名 算不上特别突出 不过昨晚的第一期的正片收视率马上就回来了 首先是在全网拿下了担任的播放指数冠军 同时电视开播的实时收视率 也是全部卫视中的冠军 这也说明《奔跑吧》节目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周深以凭借《奔跑吧》的助力 拿下了一周综艺报告 明星短视频榜的第二名 虽然是第二名其实在短视频播放量方面 大家相差并不太多 但是在提及次数和互动量方面 那就是天差地别了 周深在提及次数方面 甚至超过了板道前十的总和 在互动量方面超过了板道前七的总和 周深在人气粘性互动方面拿捏得死死的 这该死的魅力在海外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况 《奔跑吧》第11季第一期已经登陆到了油管 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万的播放量 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已经沦为周深的评论区 在提及次数和互动量方面一记绝成 而且《奔跑吧》油管观光频道的首页推荐视频 就是周深的经典产面 周深被荡球签 这个绝对是第一期中超级经典的产面了 不得不说周深真的很敬业 而且这一季一上来就很拼 尤其是荡球签环节 爆发力爆棚 同时其中的桥段也让很多粉丝看得心疼 大人球签被扔 失败后还被木桩上的成员荡来荡去 周深的一句 他在旁边玩我 又好笑又让人心疼 下周将会迎来 托克牌剧本沙 一定也是非常好看了 期待 《奔跑吧》第11季第一期 看过之后你感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节省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